這種人形骨架其實就是為了調動作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你原始的模型和長相 好 OK 那現在的動作已經到這邊 下一個我們要啟動的叫做Curve Editor 動畫曲線編輯器 那在之前我在介紹Biped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Quatarium跟油拉曲線 那時候我們有開Curve Editor 但是這時候我們要用的功能 其實不是Curve Editor 而是叫做DopShift 綠表 綠表你可以按著 看一下 它在滑鼠右鍵 Auto右鍵有沒有 Auto右鍵 Auto右鍵就可以直接開出這個DopShift 綠表 那如果是在這個畫面上 就是直接先開Curve Editor 然後把Editor的形式轉成DopShift 轉成綠表 它是這樣子 這一個視窗叫Track View 軌跡視窗 我不知道啦 大陸好像有書翻成追蹤視窗 Track我們這裡是動畫軌跡的意思 軌跡視窗 軌跡視窗有兩個形式 一個叫做Curve Editor 曲線面積器 一個叫做DopShift 綠表 所以一個方式從這裡開切換 另一個方式是按Auto鍵加右鍵 Auto滑鼠右鍵 會開可以直接選 因為Max的操作都是 你看Ctrl右鍵 好 我也可以直接選Box 好 移動 Convert這些 那我也可以 Shift右鍵 又有別的面板 好 那Auto右鍵 就可以開DopShift 那當然Ctrl Auto右鍵又是另一個 好 這是叫Quad Menu OK 那我們對腳印的控制 要從DopShift來看 好 要從DopShift來看 好 那 往下捲 找到Biped 好 找到Biped 可是通常來講呢 你從這進來 你會看到 欸 找不到東西 這個是這個 我們現在要控制的東西比較特別 我們要控制的是腳印 所以 除了DopShift以外 要進到Full Step模式 腳印模式 腳印模式 好 然後你就可以點開這個腳印 你會看到這個 來 藍綠藍綠藍綠 就是腳印腳印的意思 每一個 你按一下 好 點一下你就會看到 是不是頭尾有兩個Key 頭尾那兩個Key 就是我們之前 上個禮拜在講 腳在走路的時候不是有一個Touch 一個Lift 接地 跟離地 兩個動作 的位置 就是這兩個 所以 然後中間是什麼 中間就是Move 所以腳印的用途是什麼 它確保一定有一隻腳在地上 有沒有 這隻腳 要Lift 要離地的時候 這隻腳會落地 接著 一隻腳在地上 這隻腳再移動 它一落地 它就準備離地 所以這就是走路 同時間一定有一隻腳在地面 而且保證不滑動 好 但是每一個腳印在地面 待多久 就是這一個 這一塊有多長 就是一個腳印在地上 待多久 所以我現在希望 14 15 1415 停留在地面 久一點 那我就可以選擇 把1415 就後面這邊都圈起來 拉開 拉遠一點 先暫時拉到這 好 那剩下呢 接下來是14 這一個 跟15的 這一個要處理 那他們彼此之間要交錯一點點 都會有交錯一些 不要點中間 直接點這裡 就直接點這個 像我點數字這裡 就是拉 好 那你看起來差不多距離一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結果是什麼 直接說明 現在呢 它會站上來 停在這裡 才這一段距離裡面腳不會動 大概375的時候 這一隻腳才會開始往這邊走 所以我們可以看 好 它就站在這裡 喔 沒有計算 結算 重算 剛剛 剛剛的顏色是沒有計算的 好 重算 站在這裡 它的動作還是會動喔 因為我只是把一個走路的動作拉長了 所以它手還是會繼續擺動 這待會用Layer調回來 好 然後呢 是不是會繼續走 動畫不夠長了 好 那繼續走繼續走 我希望在507 就是最後的那一步 到達這裡以後 它就要站在這裡 站很久 所以就抓 把click 拖 隨便你拖到哪裡去 反正就拖到很遠的地方去就對了 我們動畫可能沒到780 可能只需要750 那 但是呢 在這一段過程 它就會走走走 停在這裡 走走走走 停在這裡 好 那當然它會繼續做位移 因為本來我們就還有動作資料 因為這裡其實還有資料 可是在這裡我就可以做 Layer的控制 把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的動作 做處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做演出 腳印演出的做法 好 所以注意兩個重點 一個是要在Dope Shirt 一個一定要在這裡 那操作的方式就是 進腳印模式 打開Curve Edit 或者按Auto鍵 右鍵Dope Shirt 都可以 那如果你是用Curve Edit進來 就從這裡切換 Dope Shirt 然後展開腳印 你就會看到腳印的Key 當然現在我有發現一個問題 我的動作 剛剛不小心沒有在0開始做 所以我需要 整體一起 搬到 1格 好0 這樣子從第0格開始了 我那種動畫長度其實是 大概700 但最後幾個影格不要 所以我大概只會留到600 660應該夠了 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再去把那個腳印拖長一點 好 所以 第二個部分 我們做到這一個 走 爬樓梯 站著 我會在這裡讓他左看看 右看看 接著往前走 好 然後他又會站在這裡 我們就要讓他揮手 那這一段往前走 走的怪怪的原因 基本上是因為 這裡是我自己手排那個腳印 手排腳印有可能會造成 走路的距離不對 所以他走起來就有點僵硬 那這個部分 就現在是不管他 好 好 所以我現在就這位人 就會停到這一個 那這是這一段我們要處理的 好 好 好